近期在护肤界,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,第一次由国货护肤品牌,获得了日本药学会的邀请,在学术会议,演讲分享护肤研发的研究成果,而受邀参加日本药学会的正式香衣本草,之前博主对香衣本草的印象还停留在一个做中草药护肤的,产品和口碑都很好的经典国货品牌,没想到最近有了如此大的动作, 一举走出国门,得到了世界级学术机构的认可,博主这次受邀参加了香衣本草的小纯品精华业2018环新发布会,了解并体验了许多关于中草药护肤有意思的事情,现在就一一分享给你们,走出国门的中草药护肤,征服日本调学会,香衣本草作为国货品牌一直自在使命感,将中草药护肤推向国际, 我们大国品牌必然是说到做到,在发布会上,博主终于解惑,香衣本草是凭借红锦签发酵技术,受邀料向了日本药学会第138年年会现场,厉害了,我的香衣本草,香衣本草研发首席科学教理智,日本药学会年会现场演讲,红锦签发酵技术, 要知道,日本药学会是日本药学姐最权威的学术机构,它的年会每年都会吸引如东京大学的众多研究情大学和科研院所,以及资深堂的与研发著称企业的参会交流, 更重要的是,百年来从未有过国货护肤品牌受邀参加,这是日本药学会历史上,第一次邀请一家中国护肤品企业进行技术分享,一种民族自豪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,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识,这个技术到底如何厉害,到底中草药加实力研发? 博主在现场就亲自见证了一次中草药呼呼实验,像一本草的首席科学家吕博士亲自上阵,在现场实现了红锦签操自由机的实验,在现场,像一本草还准备了许多小实验台,让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做实验,首席科学家吕博士,实验台,像红瓶金华叶选用的中草药, 是来自看到地区4200米高海拔地区的五年生大花红锦贴,这个中草药是唯一列入中国要点的大花红锦贴,中草药选材跟植物是不一样的,植物可能一个品种都一样,但中草药在自然形成的过程中,是非常难伺候的,哪一个步骤不对,药性就会大大降低? 像一本草核心的七大客速到地医药材,而像一本草作为一个专系研究中草药顾夫18年,拥有15下中草药发明专利的品牌,对中草药道地性的探究,可是有相当深厚的见地,为了保证造地中草药选材,特意为红锦贴在西藏山南洛村建立专属的种植基地, 只为小红瓶专用,却才挑剔到自己找的种植中草药的品牌,恐怕除了生一本草就在也没有了吧 生长于穿荡的红锦贴,现场专门为红锦贴做的互动装置,超美,大家都知道,抗氧化自由基对于肌肤来说多么重要,我们每天都和外界持续地接触,外界的污染,放射线照射等因素,不断地在人体体内产生自由基, 而过量的自由基,可以说是肌肤老化问题的元凶,去向一本草研发负责人介绍,小红瓶这次升级,红锦贴活性物的浓度提升了十倍,实验发现,小红瓶的抗氧化能力提升了五倍,其效果绝不出于市面上的你,曾觉得厉害外资产品 不仅如此,像一本草在技术方面的研究更加挑剔,先和四家生物技术公司一起研究,才确认跟日本一家对发酵技术研究图身的公司合作,两家一起尝试了23种不同酵母菌,最终在那梁的一种百合花里,提取到了一种特殊的酵母菌, 这个酵母菌会让中草药中经典原料红锦贴活性成分大大提升,当五年身穿上红锦贴,与酵母菌相遇,能力超强的发酵精华由此诞生,像一本草小红瓶精华液2.0 说真的,我们平时选购精华的时候,基本都会首选外资品牌,主要是外资品牌的精华产品已经做得相当成熟,而我们国产品牌中几乎没有什么精华产品提起来,能让人称赞好评,这确实也是因为精华是护肤品里比较难研发的一个品类,需要投入的精力,需要一个品牌多维度的多年累积, 但在最近,像一本草的小红瓶,已经引领有了代表国产,让大家重燃对国产精华信心的势头,在三八斤促销期间,国主感觉大家都在成敦成敦的吞小红瓶,宝宝们真的很会抢,我那时也在吞没,如果再晚一点购入,就会陷入敦货的僵局,后来在发布婚上听说,当时每30秒就会卖出一只,也难怪好多人没抢到, 从丽娅出席当日活动,如此惊人的销量,是良好口碑累积的成果,不满你们说,博主年初就有购买使用,因为工作的原因,需要经常在外面参加活动,上海的环境你们是知道的,对肌肤的伤害很大,再加上焦率疲惫,肌肤就慢慢变得松弛,也长出了一些细纹, 当下我就决定要买一只好的精华来护理肌肤,博主每天早晚洗干净脸,补上水后,用下面简单翻步,就可以让肌肤好好的吸收小红瓶精华了,一瓶小红瓶用完,大概七折的样子,我的肌肤就有明显的改变, 不仅肤色大大提亮,脸上的洗纹也有明显的改善,因为在怀孕期间,对香味特别敏感,小红瓶就完全不用担心,抹开来就是一股淡淡的中草药味,特别舒服安心,而且它的发酵精华,能促进肌肤胶原蛋白生成,让肌体更健康,像一本草的小红瓶,让我看到了我们大国品牌的坚持与决心,一个好产品背后, 一定是有一群人在默默努力,国货崛起,真的不在士兵说说而已,支持国货,支持认真对待我们自己的中草药文化,我已经付诸行动了,你呢?